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呢,真的是特别是想你了 因为这个影片的完整版应该都是你私人可以收看的 对我节目的话,有赞助的朋友的话 我都会把这个影片在6月15号之后 你只要在6月份的话,有特别的消费到我指定的商品的话 这个影片的完整版我就会发到你个人的信箱里头 给您做一个收看 其实这是属于我个人节目10周年纪念活动的其中一部分 因为这个影片的内容量比较大 我已经把它打算拆成好几个月来讲 我自己的话已经想好了三个主题 各位的所谓的一个VIP的会员的话 你都可以在跟我许愿你想听我什么 我都会极尽所能的去回答你 越多人提问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越会把它安排到行程里头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来讲 我说过了,这几个节目的话呢 我都会讲一些平常我在节目里头不会去说的 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的东西 那我会把它在这个一对一的影片里头呢 给你做一个回答 那我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就来讲 关于我个人的黑历史呢 最多流传的就是呢 到底胡福奇社你为什么会跟台湾孩子宝呢 有一个最后好像有类似一个不欢而散的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原则上呢 我们有一说一啊 我会以这个电子信件里头的内容呢 来给各位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解说 那这个电子信件的内容里头呢 蕴含的讯息量的话呢 我相信 我就逐一的呢 把它呢做一个解说 各位可以从里头去看 偷窥到一些 不要说偷窥 就是去解析到一些真相 普遍来说呢 网络上呢 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啊 说是因为我贩卖啊 我这个团购KO的东西呢 所以被拔了赞助 那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的话呢 就用证据来讲话啊 那比利比利就更不用说 比利比利是更后面才开始做一个经营 所以有时候资料收集并没有很完整 但是呢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每一集的影片 各位应该都会注意到 我在影片的最后 只要是变形金刚的分享时间 我都会把时间自己key在 key在节目里头 那我去比对了一下 2016年是1月28号 那一段时间 这个信件收到之后 我的下一部影片更新的是什么呢 是泰坦违规 Titans Return Voyage Class 是那一集的影片 那各位可以去回忆一下 或许你看过 或许你没看过 但是你可以去点来看一下 它是在应该是645集吧 泰坦回归的V级的 Otomus Prime 那一集的玩具呢 我并没有说 因为收到这些东西 信件之后 我就对他们的产品 开始恶意的报复 并没有 我那一集的节目 我还是给他很高的评价 OK 无所谓 反正你们这群人在想什么 我大概也知道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会留到以后的故事 有留到以后的这个私人影片呢 VIP影片里头呢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节目已经差不多快10分钟啊 讲这么样子呢 也就够多了啊 那关于这一封孩子宝的绝交信呢 就跟各位解析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